進出有據 無味無據 我是呂宇軒 您現在要收看的是 豚鼓拉麵 全球股市空頭來襲 想學做工的朋友 這一集你一定要聽喔 大家晚安 我是Mr.海豚觀眾 歡迎再次收看這一集的豚鼓拉麵 那今天的錄影時間是5月4號 那上禮拜海豚跟大家聊到 後疫情時代的復蘇產業 製血業 不過海豚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這個產業的量能偏低 要注意流動性風險 而且目前市場不算質穩 還沒有正式開始打底 那還是要留意一下 萬一市場又有一些不好利空 還是有可能會被拖累的 那既然整個全球股市都走在一個 空頭的趨勢 而在這個趨勢下 那做多其實也不容易賺到錢 那於是今天 海豚就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一般飛機師都不會因為聊的話題 就是怎麼做空 好那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幫海豚按個讚 讓海豚的觀點 可以被YouTube的演算法分享給更多的觀眾 當然別忘了按下訂閱鍵 才不會錯過海豚每週的分享 OK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節目吧 首先我們先來跟大家聊聊 什麼是做空 大家都知道投資要賺錢 就是低買高買 所以我們正常買股票呢 假設買一張股票是100塊 只要漲到101塊 那我們就會開始賺錢 這時候大家都希望 股價漲得越高越好對吧 那這是我們一般常見的做多 也就是一般市場 這個新手出入股市最常見的方法 不過每個人看法不同 有些人就覺得說 這個股票怎麼可能一直漲 看他不爽 所以就覺得他接下來可能會跌 於是就出現了跟前面的例子相反 直接賣出一張股票 收入了100塊 那等到公司下跌到40塊的時候呢 再以40塊的價錢 賣回賣出的股票 如此一來 符合高賣低賣的獲利原則 這筆投資就會收益60塊 這就是做空 那我知道這時候會有人問啊 那你賣的股票是哪裡來的 不要緊 海豚後面會來跟你說 那也是放空要注意的要點 所以後我們先來簡單定義一下 放空和做多 那利用股票下跌來賺錢 就是做空 那相反的 利用股票上漲賺錢 就叫做做多 而這兩個詞中的空和多 那空呢 指的就是空投市場 那看空就是代表未來會下跌 那做空呢 則是認為未來會下跌的交易動作 那多呢 就是相反啦 那相信大家也看到報章雜誌 常常用牛式來定義多頭 熊式來定義空頭 那主要呢 就是這個牛角 是向上點的 所以是看多 那熊掌就是巴蕾 所以就是往下跌的意思 好 其實投資不一定要做空 那做空呢 只是一個操作的方式 同時海豚也認為呢 在台股做空的難度 其實比做多還要難得太多了 而且不只是股票 有不少投資工具呢 其實也都可以做空 特別像是期貨啊 選擇權啊 這類衍生性金融商品 不過海豚老師說 相比股票用期貨選擇權來放空 其實是更簡單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今天的重點 還是放在股票上面 所以衍生性金融商品 還要等海豚考到期貨牌 才能跟大家聊 因為海豚目前呢 只有證券分析式的牌 所以不能跟大家去講 期貨的東西 那前面呢 說到做空 就是認為未來股票 是會下跌的交易操作 所以像現在股市出現一個空投趨勢 讓跌的股票比漲得還要多 那收黑的天數呢 也比收黑的多 這個時候呢 其實就相對啦 就順勢而為 其實是做空會比較容易出現獲利的 不過要說實話啦 一般股市啊 真正處於空投市場的時間 真的不多 那回顧過去台股後 在2008年 金融海嘯以後 如果用廣泛的認定的標準 也就是說從波段高點 下跌到超過20%來定義過去數十年間的市場 那空投發生的次數其實是少得可憐的 十隻手指頭就可以輸完 那股市呢 大部分的時間 還是走一個逐步上漲的趨勢 但是空投市場 如此的小眾 為什麼還是有人要去做它呢 原因就是 如果放空順利的話 通常賺得比做多還要快 以加權指數來看 從2001年的 3411點 花了6年的時間 漲到了2007年的波段最高點 9859點 那你知道大盤回到3000多點 花了多久時間嗎 只花了一年又一個月 那所以要知道 今天學會了怎麼放空 是不是就可以在多空市場 都可以賺到錢呢 不過話說回來啦 有些人會覺得說 做空其實很不道德 覺得是踩著別人的虧損來賺錢 但是海豚想要說 投資本來就是沒有穩賺的 做空其實只是一種投資的手段 而且比起做多 做空其實是更容易賠錢的 再加上 台灣的股票放空限制其實非常多 所以不要太痛恨空軍 因為大多時候空軍其實賠錢的 還是比較多的 而且時不時還會變成 股價升空的燃料 每當一點著 就會咻著一聲 沒錯你就常常聽到的 嘎空就是這個聲音 那你也不要以為 只有散戶做空會輸錢 投資機構也會 像是去年年初 經典的美國的 G&E事件 也就是 GameStop的 嘎空事件 就讓這個美國的 大型投資機構 因為散戶發動了盛戰 讓G&E的股價 上演小蝦米 嘎爆大金魚的戲碼 所以大家應該要 要導正觀念 做空股票 並不是不道德 而是一種操作模式 那經由分析過後 認為股價會下跌的機率 大於會上漲的 獲利手段 而且做空並不如大家想像的簡單 比起做多 做空真的更容易賠錢 同時放空這種投資手段 也不是隨便說做就能做的 因為比起做多 做空不僅難度比較高 獲利其實也比較困難 可以說是一種 獲利有限 但是風險無限的手段 想要的說 做多可以無限的上漲 雞蛋水餃股的公司 只要獲利標升或是 題材加持 就有機會 也來強勢的上漲 股價可以從10塊 漲10倍來到100塊 上漲就達到1000% 但是結果 泡泡戳破了 股價從100塊跌回1010塊錢 你做空最多只能獲利90% 下市也就是100%而已 1000%跟90%的機會 是不是還是1000% 看起來比較可口呢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就像是2020年的大日本股 也就是口罩熱潮的 1325的很大 從20塊一路上漲到高點的216 就足足漲了10倍 但是就算你空在最高點 今天只剩三十幾塊 你也算不到100% 而且中間還要面臨股東會跟雛權息的融券強制回補 那相反的如果你是放空 你放空一張股票20塊 那被嘎到200塊 其實是不太可能被嘎到200塊 因為中間你就會因為融券的維持率不足 要讓這個券商要求你補錢 或是就直接斷頭了 所以大家要清楚 放空的第一個原則 那就是 放空是一種 獲利有限 相對虧損無限的方式 那怎麼樣呢 這個第一原則 你有沒有把你嚇跑 如果沒有的話 就再跟著海豚繼續看下去 再來 台灣的放空 其實不是說做就做 那大家要記得一個觀念 就是 先有資 才有券 那簡單的說 一家公司 有人使用融資買一張股票 才能夠產生一張可以放空的券 所以基本上 沒有信用交易的公司 你就不要笑想要去做空它了 剛剛說到先有資 才有券 所以你還要找到融資餘額數量 額度 夠多的公司 才容易取得你想要放空的券 而且有時候你會發現 這家公司 明明融資餘額就很多 可是為什麼沒有券可以空呢 其實這就牽涉到 各家券商分點 融券額度分配的狀況 所以相信有些觀眾 是有聽過說 我要打電話請 營業員 調券 這個事情 就是跟其他的券商分點 調度 多餘的融券額度 給你去做放空 而且除了關注這個融資餘額 夠不夠多之外 你要留意這個 券資比的狀況 因為當券資比超過一個程度之後 基本上 我們就先用50%當標準 如果你的券商的融資額度 不夠產生融券 那你可能就要面臨 0.01%到20%的標界利率 而這個利率是非常不動 大致上都會落在 2-5%不等 所以結果就是 你還沒有從放空賺到錢 可能就要先付額外的利息 出現這個酒精 還有呢 做工其實還要注意這個流動性的問題 如果流動性不夠 最好也不要放空 特別是一些交易量小的股票啊 就是那種每天成交 可能只有一兩百張 掛單又不多的低價小量股 那大家知道 小型股 股本小的股票 漲跌其實非常劇烈的 因為成交量小 所以今天 只要有主力想要進場 輕輕鬆鬆就可以把股票拉到漲停 讓放空的人想跑也跑不掉 要知道在空投的初期 或許還會覺得成交量都很夠啊 但是從歷史經驗來看啊 市場如果像2008年 或者是近期 2018年的空投的時候 由於市場情緒過度悲觀 整體的成交量呢 都會萎縮到非常低的狀況 甚至呢 常常日成交量都前移不到 那在這個狀況下 很多個股其實都會出現流動性的問題 最後呢 也就是海頓常常說的 空軍沒人權這個事情 那就是說在台灣放空啊 限制實在是太多了 除了每年呢 一定會遇到的 像是股東會 儲權席 這種固定要融券強制回補的事件外 也可能遇到公司剛好要辦理 增資減資 需要停券的一個狀況 更別說 散戶常常看到下跌時 就喊說要政府護盤啦 讓放空的散戶也常常開玩笑說 我的退休金正在卡我的空單 這裡的退休金說的就是 勞退基金啦 那他們來進行護盤 那空單就被蓋上去了 那因此呢 各種複雜的條件 當然限制台股想要做空的投資人 那這也是一般分析師 不太想談論放空的原因 畢竟做空的人少 那你講做空 是要講給誰聽啦 那OK 那如果上面講的 都沒有把你嚇跑 那下面就要來看看海淳 是怎麼判斷放空的時機吧 那關於放空呢 海淳基本上會分成兩大面向 而且由這兩大面向 互相印證 也就是大家常說的 基本面跟技術面 那以基本面來說 最完整的方式 就是從總體經濟 產業趨勢 再一路看到個股的財報體質 那不過呢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的關係 海淳就先跟大家聊聊 的產業趨勢跟個股體質 這兩個因素 那我們先說 基本面的挑選方向 第一 長期獲利不假 或是持續虧損 卻因為美好的夢啊 股價炒高 但是沒有繳出實質獲利成績的公司 假如一支股票 每年都在賠錢 根本看不到希望 那跟台灣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在股市大跌的時候 誰會比較有人願意去低接跟抄底呢 肯定是台積電嘛 那畢竟它是一間持續有在獲利 而且持續成長的公司 即使接下來繼續下跌 也比較有機會長回去 那所以跌下來就相對有人願意去低接 那相對那些不賺錢的公司 曾經因為題材面的 本夢比炒高股價 但是短時間內根本沒有看到引收貢獻 那是不是就更有機會下跌 那因此在基本面上就首先挑選那些長期獲利不良的公司 就是去年熱過一段時間的元宇宙題材 其中大概代表就是2498宏達店 一路跌下來 其實都沒有看到什麼強勁的反彈 第二就是曾經因為一時 這個市場需求大增導致供不應求 那公司大賺十幾財 但是大幅擴展之後 市場反而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我想應該有些觀眾已經猜到範益了 我說的就是像是2020年爆紅的口罩股1325恆大 那從高點到現在 股價其實已經腰斬在腰斬了 那第三產業循環來到高原期 營收年幼率強度持續的轉弱 那後續產業前景就開始轉差 甚至要進入去戶存階段的一個產業 那大家還記得一批42那一集 還能跟大家分享過 顯卡持續再降價的狀況嗎 這就是一個很明確的產業訊號 它就在告訴你 這個產業可能要反轉向下了 又或者是去年爆紅的面板群軸IC族群 像是3545的敦泰其實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先前EP43提到的航運股的未來 其實也要留意有可能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而以上就是海豚挑選空方口袋的 三個主要方向 而族群內就盡量挑二線廠商 因為景氣好的時候 一線廠商會先滿單 然後二線廠商跟著吃香喝辣 但是景氣不好的時候 二線廠會是先被砍單的對象 慘一點可能連湯都沒有得喝 那OK那在聊完產業面的大方向之後 在技術面有幾個關鍵重點 也一併分享給大家 第一 均線是你的好朋友 那一些公司儘管基本面不好 但是市場籌碼或題材還在 股價就還有持續創高的機會 簡單的說就是不要去拆頭 去空那些強勢股 所以我們挑選的目標 盡量是季線已經走平或者已經下彎的 有機會或者是已經出現 一到三個月以上的套牢區 或是頭部的標的 因為上面的層層反壓 要克服其實相對的困難 勝率也就會提高 第二其實不一定要追空 因為空投市場容易遇到強彈 你的成本位置不好 遇到強彈的時候 往往要面臨帳面較大的虧損 那萬一反彈的延續力道更強的話 你會很痛苦 即便後面會下跌 你短線也要承受這個帳面的虧損 所以海豚一般都會建議 反彈接近反壓的時候再去找空點 第三做空追求的是速度 不要彈 在獲利拉開 盡量設定積極的移動停力點 保住獲利 不管就像前面說的遇到強彈很容易就吐光獲利 第四就是 紀律紀律紀律 做多或許可以凹單 最慘就是變成長期投資而已 但是做空風險無限大 凹單的話下場通常都不會太好 而且凹單剛好遇到融券強制回補 你就等著頭大 OK 那今天的節目也要進入尾聲囉 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 第一 做空就是在行情轉空的時候 讓投資人還可以獲利的方法 第二放空是一件獲利有限但是風險可能無限的一個方式 所以在操作之前 請問要先注意流動性風險 還有融券強制回補日等等的相關的一些狀況 第三用基本面以及技術面相互印證準備放空的標的 那等到時機到了再下手 那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海豚會分享做空不是一定要大家去做 而是多跟大家分享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式 真的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要在嘗試放空之前先把注意事項列表 在確定注意事項都符合之後 務必要擬定交易策略 並且紀律執行 千萬記得在投資市場 多一份準備就多一份機會 那另外還是要提醒一下 這部影片上架的時間點 可能不算太好 因為大部分的個股已經跌得稀哩花啦了 可以說最好的放空時機點 其實早就已經過了 但是先把招式學起來 未來還是有機會用得上 當然不管是大盤準備落底翻多 還是反彈後準備蓄點 想要領先知道海豚用哪些口袋名單 也歡迎後訂閱一下海豚的交易式筆記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在點擊下部影片前先幫海豚按個讚 讓海豚的分享可以被演算法分享給更多的觀眾 那當然別忘了訂閱喔 或者是直接交易海豚的LINE社群 如果對於今天的議題有什麼看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海豚 海豚有空都有回覆給大家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 掰掰 字幕純赫 字幕窗 詞